世界,我们脚下的人类历史 威尔亨特 第五章,挖洞人 谈到挖掘土地,梦想就变得没有极限 加斯东巴神拉,梦想的诗学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 伦敦东北部有一个名叫威廉·利特尔 William Little的人在自己的地下室中开始了酒窖挖掘工作 利特尔轻瘦结实,下巴尖销 是一位土木工程师 他拿了一把铁锹,下到了自己的房子底下 然后便开始朝墙挖 几小时里,利特尔一直将潮湿的泥土铲出后 急朝身后抛去 直到最后成功地挖出了一个久较大小的洞穴 但那之后,利特尔并没有停止挖掘 也许,他享受挖土的节奏、铁锹的声音以及泥土的气味 又或许,他喜欢的是与此截然不同的东西 总之,利特尔坚持挖了下去 一直不停地挖,挖了四十年 利特尔居住的哈克尼街区的邻居们 看着他用手推车把瓦利一车车地运出地下室 又倾倒在后院的土堆里 起初,他们开玩笑说 利特尔正在建造一座地下游泳池 但是,数年过去了 利特尔还在坚持挖着 玩笑便逐渐消失了 随着后院里的土堆越来越高 利特尔的房子因无人照看而被荒弃 破碎的窗户没有人修理 藤蔓爬满了房屋正面 部分屋顶也坍塌了 利特尔总是穿着同一件肮脏的西服外套 下巴上也长出了狼欢一般的胡子 街坊邻居们都说夜里能听见利特尔在自己家的花园底下 像一只动物一样跑土 2006年 利特尔家门前的人行到他县了 市政府的代表们前来调查 然后便迷失在了地下室的一片战地广阔 密集纵横的土质地道中 这座地下室有好几层 深约9米 前后左右宽约18米 一些地道又低又窄 还有一些地道很大 用层层堆叠的家用电器支撑固定住了 当时的一位参观者评论说 利特尔把自己的地下室挖成了一个巨大的蚂蚁窝 人们认为这座房子不宜居住 于是利特尔便被迁移到一间归政府所有的高层公寓里去了 人们把利特尔安置在了顶层 以防止他受到诱惑继续挖洞 新闻界得知地道的消息后 利特尔一时之间便应被小报描述为哈克尼街区的岩鼠南 而暴露于聚光灯之下 哈克尼街区的酒吧把利特尔当作一名本地英雄 同时 伦敦人也前去瞻仰摩拜那座如今有脚手架撑起的房子 在房子的正面 市政府安装了一块纪念碟 上书 严属男威廉利特尔 挖洞人 住于此 挖于此 2010年 利特尔去世后 市政府成员进入了他所住的那间高层公寓 结果发现利特尔在墙壁上挖了个洞 从一间房挖到了相连的另一间房 利特尔死后不久 就在人们拍卖他的那座奇特多孔的房子时 我偶然听说了他的故事 在研究利特尔多年以来接受的采访时 我发现他从未解释过 驱使自己前去挖洞的真正原因 我想我喜欢挖洞 利特尔对一名记者说道 我只是想要一个大的地下室 他对另一名记者说道 他还在一次采访中说 发明无用之物是一种极致的美 我找到了一张利特尔的老照片 照片中的他现身于自己后院的瓦砾中 看上去浑身脏污 野性十足 但是脸上却带着一种近乎安详的表情 仿佛作为挖洞人 他拥有一个珍奇的秘密 我了解到 威廉利特尔并不是孤身一人 在世界各地 有一大堆岩鼠人的案例 他们陷入了一种神游状态 穷尽一生都在进行地下挖掘 但是却无法说清楚 这样做的确切原因 利奥瓦阿拉克良 罗埃奥瓦 阿拉克利安 是一名住在亚美尼亚农村地区的男性 他在自家地下室 挖掘出一个土豆地窖时 当场惊呆了 此后三十年里 他便一直致力于挖掘蜿蜒曲折的地道 和螺旋楼梯 对那些询问缘由的人 阿拉克良只是解释说 自己每天晚上都能在梦中听见一个声音 告诉他应继续挖掘 昆虫学家小哈里森G.Dyer Harrison G.Dyer Jr. 在位于华盛顿的两栋独立房屋下 挖掘了一条四百米长的地道 1924年 在一辆小汽车陷入地道后 这条地道才公之于众 当时戴尔告诉媒体说 我挖地道是为了锻炼 莫哈维沙漠有一位名叫威廉布罗施密特 William Burr Schmidt的老头儿 他用32年的时间挖掘了一条近六百四十米长的地道 该地道 直通一座花岗沿山的一侧 我认为这只是一条近路 还有一位年轻人 名叫埃尔顿迈克唐纳 Alton McDonald 他偷偷地在多伦多的一个城市公园下方挖了一条九米长的地道 在警察声明这条地道可能是恐怖分子的一个藏匿点后 这一件事引发了全城的恐慌 在迈克唐纳揭露自己就是那位挖掘者时 只是解释道 挖掘让我放松 十九世纪 有一位叫做威廉卡文迪神斯科特本廷克 William Cavendish Antic的公爵 他和一群工人一道在自己的庄园下挖出了一个完整的地道大都市 里面设施齐全 有一座图书馆 一间台球室 以及一个面积为九百多平方米的舞厅 这间舞厅完全是由泥土建成的 公爵将它用作私人汉冰场 我在陷后了一个又一个的严属人后 开始想象这一全新的心理综合征 DMS-5中有一个新的词条叫做钻孔体 源自拉丁语Profero 意为挖掘 隧道 挖地洞 总之 我怀疑严属人的行为只是一种更广泛 更深层冲动的表现 我在一本旧的土耳其旅游指南上读到了有关卡帕多西亚 挖洞人的记载 书中描述了在土耳其广袤的中央高原上 灵星散落着的一些小城和村庄 这一块地区下面覆盖着宁灰岩 那是一种油压石的火山灰深层积淀而形成的软石 就岩石而言 宁灰岩就像培越多彩尼 易于操作 而且足够坚实 能够维持自身的形态 也就是说 它是主要的挖掘物质 如果说大理石雕塑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洛伦萨达到了极致 那么洞穴挖掘活动则在古代的卡帕多西亚达到了顶峰 我从书中读到 该地区的每一个居民点下面几乎都有一个手工挖掘的洞穴网 它们由迂回曲折的地道相连 在旅游指南上被称为地下城 一些地下城空间极大 就像道传的城堡深入地下十多层 足以容纳数千人 而且这片大地上分布着数百个这样的城堡 考古学家明白 至少在某些时候 这些地下城是用来避难的 在遭到敌人攻打时 地上的村民便会撤退到地下以保安全 然而除此之外 这些地下城的存在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古籍中从未提及过这些地下建筑 考古资料中也显有发现 一些地下城与三世纪到四世纪生活在卡帕多西亚的 早期的基督徒有关 一些地下城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距今更为久远的年代 甚至可以追溯至更为模糊的史前时期 有一个故事把地下城的起源 追溯到了波斯古国 当时的波斯王名叫叶马 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 于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 他挖掘了一个巨大的地下避难所 其中有许多楼层以及蜿蜒的地道 旅游指南里有一幅小插图吸引了我的眼球 那是其中一个地下城的铺面图 展示了一片惊人的密集洞穴 里面挤满了挖洞的人 这里有完整的文化 威廉利克尔和岩鼠人的祖先把一生都献给了洞穴挖掘事业 我乘坐通宵巴士 从伊斯坦布尔来到了卡帕多西亚 在踏上位于地区中心的格雷梅小镇的土地时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里的风景 数百年的风吹雨打把这里的宁灰岩塑造成了淡黄色的石山 这在地质学上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就像儿童化的外星球插图 公交车站的外面正好有一群直立的坊间石碑 他们叫做仙女烟囱 仙女烟囱也许会为你带来好运 但也有可能在那居住着报复的精灵 这取决于你所询问的对象 对后者 你无论如何都要避开 我落脚在一家名为埃姆雷德动物旅馆 那是一小片在小镇郊区的一处石山上挖出的房间 这里的入住价格是周边地区中最为实惠的 但环境有些荒凉 门前的草坪上有一个生锈的游泳池 店主与旅馆同名 是一位大富贫贫气质忧郁的男子 他边喝红酒 边向女顾客们展示自己的马匹的照片 他将那匹马养在了附近的一家农场里 我每天都会从格雷美小镇出发去参观一座地下城 有一些地下城可通过乘坐公交车抵达 但是大多数位于偏远的村落 我曾沿着蜿蜒的长路徒步而行 路上会有卡车司机和农民在我一城 那些村落的名字 Okskonek, Derinkaiu, Kemakli 念起来就像这片土地一样崎岖 我随身带着一本在伊斯坦布尔找到的教科书 里面的内容是有关当地考古学的 写着本书的历史学家名叫厄梅尔·德米尔 梅尔·德米尔 他对地下城的热爱 极其别具一格的英文翻译方式 都让他成了我风趣幽默的好帮手 在一个起雾的早晨 我来到了奥兹鲁斯 这个小村落位于一处火山缓坡的中间地带 沿着主路往上走时 我偶遇了一位头戴方巾的 裤子随风鼓起的老妇人 她正在清扫自家门口 头上方的烟囱里 升起了鸟鸟吹烟 我问道 Yorati Siri 这句话在土耳其语中 是地下城的意思 我的土耳其语水平仅限于说出你好 你好吗 谢谢 再见 以及地下城 他示意我跟在他身后 然后引我来到了一栋小型建筑前 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便于人们寻找的标记 我走进门内 打开灯光 沿着一段时间往下走 进入了一个蜂窝状的密集的漆黑洞穴 洞壁是焦糖色的 洞内的空气湿冷的连我呼出的气体 都清晰可见 我缓慢地前进着途中手脚并用地爬过低矮的通道 挤过狭窄的走廊 也俯身从拱门下钻过 地下大约有六个洞室 体积从地厨到四车位车库大小步的 所有的洞室都有狭窄的地道连接 它们都是粗糟而成的 没有硬边硬角 只有变形虫斑柔软的形状 洞室里落满了尘土和支柱网 闻起来还有一股霉味 这里已经很久无人踏足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 我发现我很难看清这个空间 它给人一种寒冷陌生空洞之感 我没有看到任何我在旅游指南的铺面图上看到的集体挖洞的迹象 当然也没有任何提示表明我们挖洞的冲动 源自何处 我似乎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参观 又或许是在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参观这个地方 在返回入口的时候 我看到门口的一侧有一个巨大的圆盘石块 其大小和形状就像一个庞大的卡车轮胎 重几千磅 石盘被直直地竖起 塞在一个霞草里 据厄梅尔说 一旦有人入侵 村民们便会撤退到地下 把石盘滚到门前 从内部封堵地下城 这片区域里所有地下城的入口 都有石盘守卫 对于参观的每一座地下城 我都绘制了地图和图表 将发现的物品记录于清单 拍摄了每一条地道和每一间洞室的照片 用手俯过了每一块石盘 有时 我能在地下待上数小时 直到手指失去知觉 无论找了多久 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理解地下城 仿佛它的血统里有某种让我困惑的东西 有时 我在探索了几小时后 会坐在一个深洞中用纸棺 扣机 笔 仔细听声音的变化 寻找某个可能藏有线索的秘密洞穴 一天下午 我在奥兹克纳克村 遇到一位老农 他叫拉蒂夫 他独自发现了一座地下城 拉蒂夫是镇上的伊玛木 说话声音低沉而洪亮 他只有一条手臂 幼年时因从树上衰落而失去了另一条 拉蒂夫告诉我 1972年的一天 他正在自家田间散步 突然注意到水从地上消失不见了 于是 他开始往地上捅戳 紧接着便有一个洞开了 他感到一阵凉风扑面而来 拉蒂夫继续挖掘 一个洞穴通向了另一个洞穴 然后又通向了下一个洞穴 越来越深地通往大地内部 我询问拉蒂夫 发现这样一个让人迷惑的建筑物有何感受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片刻 搭搭地转着指尖的念珠 说了一些让我十分惊讶的话 地下城并不那么奇怪 他说道 他们无处不在 挖掘这些地下空间 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 它是一件出于本能要做知识 事实上 生命历史上最早的复杂动物 是学居动物 埃迪卡拉动物群 是生活在5亿4200万年前的一种微小且神秘的生物 是第一种进行有氧呼吸的多细胞生物 也是古生物学家所称的第一批显生咒 或称可见生命的咒 它们居住在大洋底部 通过在地下挖掘地道网来保护自己 古生物学家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都发现了它们的洞穴化石 这些化石造型美丽而怪异 人们将其称为痕迹 从那以后 绝学成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 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之一 它们以此来阻挡捕食者 保卫幼崽 并且在恶劣天气下保护自己 从于在海底绝学到鸟在沙漠挖洞 动物在每一个生命存在的区域 及每一个栖息堆都通过绝学来繁衍生息 实际上 生物学家所认为的生命史上最成功的陆期动物 便是挖掘者 蚂蚁 它们已经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繁衍了一亿年之久 数量大约占整个地球陆期生物总量的15% 它们长时间地挖掘出庞大且设计巧妙的地下巢穴 有一些有9米多深 腹地面积也像一座小房子的占地那么大 里面包含成百上千个入口和成千上万间洞室 每一间洞室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功能 一些用来存储食物 一些用来处理垃圾 还有一些用来抚养乙群的幼乙 按照所有的进化逻辑来看 人类不应该在地下挖洞 我们体型庞大 身体直立 四肢修长 需要依赖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来生存 从生理学来说 地下空间压抑 黑暗 封闭 而且缺乏氧气 其他环境都不像地下空间那样 让人难以忍受 挖掘洞学是体验幽闭恐惧症的一种最具体的形式 就像把自己关在一座坟墓里一样 然而 纵观历史 我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挖掘了洞穴 正如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 Paul Varaleo 在自己的关于地下避难所的研究著作《地宝考古》中所写的那样 当国家间爆发战争或冲突时 处于极度绝望中的我们会向黑暗深处挖掘洞穴 把自己关闭在地球的最后层中 16世纪 马尔他人在自己的城市底下 挖出了迷宫般的地下通道往来抵御土耳其人的入侵 同样 越共游击队在丛林之下挖出了蜘蛛网状的隧道城市 如今硅谷的科技巨富们正在挖掘洪伟奢华的地宝建筑群 以预示世界末日的到来 挖掘洞穴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故事之一 先知以赛亚如此描述耶和华将怒于异教徒的那天 由于敬畏上帝 畏惧其荣耀 他们必须进入岩洞中 进入地球里 冷战时期 美国掀起了当代最为疯狂的挖洞热潮 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就像尤里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所比喻的一个瓶中的两只蝎子 在导弹发射按钮上掰手腕 人们坚定地认为 倒地下挖洞是从濒临爆破的核弹中存活下来的唯一方法 家家户户在郊区后院中拿起了铁锹 来挖掘防空洞和散冰坑 他们往里面储存水谷以及绰号为原子炮的生存饼单 数百家公司提供现成的个人避难所 产品款式多样 就像探险野营车和按摩浴缸一样 从经济款到豪华款 应有尽有 新墨西哥州的阿蒂西亚市修建了一所地下学校 该学校唯一可从地面见到的地方是一座操场 下方是可供420名学生学习的教室 倘若发生核袭击 这里还可庇护2000名市民 学校自住餐厅的小型冷藏间可转换为一间停尸房 有一名学生告诉一位报社记者说 待在地下的感觉很有趣 至少你知道自己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 纽约市政府正在考虑一项关于曼哈顿避难所项目的提案 他们计划建设一个240余米深的避难所来容纳400万名曼哈顿居住者 容纳期限最长为90天 提案中的避难所拥有92个入口 能让曼哈顿的居住者在30分钟内跑进防护门 美国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当时的一位记者写道 如此多的人 无比疯狂地从地下挖出了这么多的泥土 纽约时报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上周 一个6岁的男孩被发现正忙着在自家门前停整的草坪上挖洞 你在干什么 他的母亲惊恐地问道 男孩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而是回答道 我正在挖一个大洞 好躲避炸弹 当时的评论家认为 人们进行地下挖掘活动 是一种不正常的人类行为 是一种冲动的动物性表现 这不应属于人类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 我们对坟墓挖掘的默认 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轨迹 这位作家还写道 当原使人开始离开洞穴 走向光明后 注定要前进和上行 而非折返和倒退 然而 我们却双手抓着铁锹 一锹一锹地 把大量泥土抛向了空中 我们所有人 似乎都陷入了 同样的精神恍惚之中 就像威廉利特尔 在自家屋子底下挖洞一样 与拉蒂夫交谈后 我参观了那座规模最大的 名叫带领库尤德地下城 我站在一片 被风吹动的田野中央 走下了一段 深入地下240余米的长石阶 在经过洞口石盘的那一刻 我感到一阵强风 自地底吹来 预示着下面有一个 巨大而纵深不浅的 洞穴网络 我漫步穿过一间石室 据厄梅尔说 那是一个牲口屋 接着 我又来到了下一间 最后 我来到了一间大的石室 这里曾是厨房 一面中间有一个 能生火做饭的小坑 墙上还挖了些 可以放置蜡烛的小格子 厨房隔壁 是一间食品储藏室 里面有用来存放古物的陶罐 洞顶有通风口 凉风从那里猛灌而入 深井也降到了地下水位的高度 继续往前走 我经过了一间宿舍 后面紧接着的是一间很大的石洞 据厄梅尔说 那是用座教室 带灵库游地下城只被清理出了一小部分供游客参观 过去 这座地下城多达18层 拥有数百个石室和通风景 还有40多个出入口 如今 他们大部分都已被掩埋在了现代建筑之下 当漫步穿过带灵库游时 我发现地道是如此曲折蜿蜒 洞穴密布 见识到了地下城网络的规模是那么庞大 地道是那么杂乱 这一切让我有一种自己被缩小了的感觉 我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 想象着自己随时可能拐进一条通道 然后由一群蚂蚁裹挟着 奔向黑暗之中 在我爬回地面 浮入一片巨带灵库游地下城不远的干枯河谷时 那种被缩小了的感觉仍然在持续 侵蚀问题已然使地下城的一部分出现了坍塌 露出了一个横断面 这个横断面延伸了近1.6千米 如实地展现了地下城的内部结构 在我沿着河谷慢慢前进时 不经发现 这座地下城的横断面与蚂蚁窝的扑面图 竟惊人的相似 我一边沿着河谷向深处走去 一边深思着这种建筑上的奇特映射 这时 天空下起了雨 我迅速地冲向岸上那座古老的地下城 躲在了一个洞式的边缘下方 看着雨滴落在面前的尘土之上 我回忆起德摩克里特 Demarchus的一句话 在最为重要的事情上 动物是我们的老师 我很好奇 蚂蚁和人类在建筑上的这种呼应 是不是某种教学形式的产物 一种物种兼思想传播的结果 我想起了在祸皮不落里流传的一个古老神话 传说在很久以前 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大火灾 这场火灾几乎席卷了整个人类 最后一刻 多亏了蚂蚁的拯救 人类才未被灭绝 随着火势逼近 蚂蚁赶了过来 把人类带到了自己的巢穴 安置在地下通道中 直到大火熄灭 当人类回到地面 重建自己的生活后 他们的内心对蚂蚁一直充满了感激之情 总之 人类和蚂蚁的建筑结构上的相似问题 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回到家后 我便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市 去拜访一位研究蚁巢结构的昆虫学家 在塔拉哈西的一个湿热的早晨 沃尔特特辛克尔WalterChinkle 开车在我去他位于阿巴拉契科拉国家森林的研究站 特辛克尔当时年近七旬 研究蚂蚁已有半个世纪之久 途中 我们谈到了他在亚拉巴马州度过的童年时光 特辛克尔说自己在那里长大 在他家附近探索了许多洞穴 还曾一路跟随蚂蚁行走 但随着谈话渐渐减少 我们很快便安静地开车了 我看得出他是个沉默寡言 言之有理的人 我没有告诉他自己前来的全部原因 没有告诉他关于岩鼠人和地下城的事 也没有告诉他自己关于人类为何具有挖洞的冲动性的疑问 特辛克尔的研究站位于一片被灌木从环绕的沙制空地 地上有两种蚂蚁的巢穴 其分别是利毛蚁和弗罗里达盘腹蚁 为了找到活跃的蚁巢 我们把几片维也那香肠作为诱饵放在了地上 等待蚂蚁出现 多年来 特辛克尔一直致力于研究蚁巢结构 并且试图了解蚂蚁是如何利用蚁巢的各个部分的 然而 让他沮丧的是 他永远也看不到一个真正完整的蚁巢 因为挖掘蚁巢的同时 也在摧毁蚁巢 对此 特辛克尔的解决之法 便是制作蚁巢的金属铸件 我们在一个自制的烧窑里 融化了一些鲜蟹 这些鲜蟹是特辛克尔从海军造船厂的旧的阳极上 回收下来的 之后 我们戴上了厚厚的隔热手套 把干锅拿到了每一处蚁巢 将融化的新叶顺着入口倒了进去 炙热的银色液体便汇聚在一起 并消失在地下 不幸的是 蚁巢里的蚂蚁都牺牲了 特辛克尔说 这是生物学的一部分 我们在其中一个蚁巢的旁边挖了个大坑 新叶已经向下流入了每一条地道 每一个洞室以及每一个地道的交叉点 并硬化成形 我们亲手轻脚地从地下取出这个金属铸件 看着它像一件来自古代文明的奇特遗物一样 慢慢地从泥土里展现了出来 后来 特辛克尔把我们做的蚁巢铸件 加进了自己的收藏 并把它陈列在了自己的车库中 它在车库的顶棚悬挂了几十个金属蚁巢铸件 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金属质的直行吊灯一样 他解释说 每一个铸件都是由一种种类的蚂蚁创造出来的 其中有一些蚁巢铸件的体积相当大 但当我拿起一个蚁巢铸件时 我发现这是一个佛罗里达盘覆椅的巢铸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森林中浇筑出来的其中一种蚂蚁的巢铸件 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难以言明的奇妙之感 就好像我正拿着一个带领库游地下城的精确微缩模型一样 我们一整天几乎都在沉默地工作 但现在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了 开始向特辛克尔说明自己前来拜访他的全部原因 我跟他说了威廉利特尔 说了冷战时期的挖洞风潮 说了卡帕多西亚的地下城 还说了地下城中的厨房 以及地下城中被滚到洞口抵挡敌人入侵的石盘 这只是我的开始 我打算向特辛克尔提出一个观点 我想说挖掘是一种原始行为 是人类所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之一 我们在地上掘出洞穴 然后爬入地下 这时我们是在进行一个真正永恒的行为 在向下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最早的哺乳动物的祖先 也遇到了第一批脊椎动物 最后一直抵达净化树的根部 来到了多细胞生命的起源之地 我想说人类作为学区大家族中的一份子 总是能不由自主地感受到自己与大地之间存在的一种古老而强大的联系 我们从地下挖掘得到的安全感以及被大地拥抱的感觉 比我们对封闭的恐惧更为深刻 也比我们对黑暗或者是被活埋的恐惧更深刻 我想说也许以潮和人类洞穴的相似性是在提醒我们 人类和其他任何物种一样 只是一种和大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物 我们都在为一些永恒的问题寻找相同的解决方案 但是还没等我开始阐述我的观点 特辛克尔就打断了我 你说的石盘是什么意思 一种巨大的圆形石头 我说道 形状像一个甜甜圈 我拿出自己的笔记本 开始给他画石盘的样子 他们会把石盘滚到相应的位置上 当特辛克尔不停地点头 在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 我停止了讲述 在哥斯达里家有一种蚂蚁 他说道 叫做饮业蚁 特辛克尔在华盛顿长青州立大学的同事约翰隆吉诺 John Longino最近发现了这种蚂蚁 特辛克尔解释说 尹涅蚁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一种特殊的行军蚁的进攻 这些行军蚁十分争强好战 尹涅蚁为了抵御他们的攻击 净化出了一种特殊的适应能力 他们在蚁巢的入口旁放了一个大小刚好合适的鹅卵石 他说道 在行军蚁进攻时 尹涅蚁便会撤退回巢穴中 最后一只进洞的蚂蚁会把鹅卵石拉过来堵住洞口 离开塔拉哈西市不久后 我给约翰龙吉诺发了封电子邮件 他在回信中附上了一些尹涅蚁的巢穴的照片 蚁巢入口旁还放着鹅卵石 照片中有一只蚂蚁 显然是敌军来临时蚁群中最后一个撤回地下 他正在把鹅卵石拉到入口处 龙吉诺在回信中写道 他上周与特辛克尔商量过了 他们已经开始称呼尹涅蚁为卡帕多西亚蚂蚁 我们下周与特辛勿码部 我们下周与特辛勿码部